因为我在越南跟台湾都住了很久 所以当地的中国人常常会用中药 所以我小时候有用过中药 可是那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其实我到台湾之后呢 大概我那时候大概是二十多岁吧 那时候因为你们大概知道说台湾的地方很小 然后空气污染蛮严重的 所以我那阵子就常常觉得头痛啊 还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所以我就看了一个中医 然后说起来也蛮有趣的 因为他那时候就给我开了一些草药 然后拿回家去熬 然后大概一两个礼拜就看他一次 然后他就会调整这个药量 那说起来也奇怪 自从服用了那个药之后 我就整整八年都没有生过病 然后就所以 所以其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药 可是呢就是蛮宁的 我只有在台湾的时候用过 到了美国之后 从1988年到现在二十多年 三十年都没有用过中药 一般因为那时候才二十多岁 然后对药常识也不是很多啦 所以医生说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方法就说他开个单 然后我就把那个单带到中药房去 然后中药房就给我配药 然后我也没有去说每一样的药是医什么都没有去问 我一直都还是不很清楚说什么植物是阴性 什么植物是阳性那种 我只是 现在的话就说 还是跟西方的那个营养学比较 比较有兴趣 因为阴阳性很难解释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学 在中药跟西药的发展跟研究都一样的话 那我当然会选择比较有效的中药 可是到目前为止那个尝试不是很普遍 谢谢大家